1962年,一名男婴出生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图城 因为家里穷没文化,再加上孩子比较多 为了方便记忆,排行老二的他被换作二后生 他的母亲天生也有残疾,哥哥的眼睛也有毛病 或于家庭贫瘠,二后生13岁时便离家行其讨饭 但讨饭也没那么容易,可不是拿个碗就可以的 还得会唱,二后生便跟着前辈们学唱二人台 后机缘巧合下进入谷匠班子,在各种白事上唱 27岁的时候,他随班子去一个村子里面卖唱 在这里结识三女子 我那那个27 老子过三年回来 27找着他 27找着他,二十九就特别的业 他们那么从而唱 他就好想去开街我挺好的 他就留回他们家叫我吃饭去了 三女子家境贫寒,嫁得老公没本事养不起家 便苦苦哀求要跟着二后生学唱,挣点钱补贴家用 两人便以师徒相称,后成为搭档并安生勤诉 久而久之,虽无夫妻之民愤,但已有夫妻之舍 可三年后三女子的老公察觉异样,心生歹悸 设下鸿门宴将二后生请到家中趁其不被绑住 然后活生生将他的眼睛挖掉 手段极其的残忍 行完胸后他们担心人死了 将眼洒进血洞洞里 二后生痛得直接昏死过去 被送到医院里抢救 治疗足足四十多天,才堪堪把小命给保住 哪个庙里都有驱死的鬼呀 哎,这就正是驱死的鬼 一脸上,一脸上,哎,那搞上啊 嗯,搞上也可以 也可以,说挂,说也搞了 嗯,也搞 眼睛被挖掉后,生理上的疼痛都还是其次的 最难过的是心理上的坎儿 二后生几度想过自杀 哥哥只能每天守在身边 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 渐渐地,二后生放下自杀的念头 又重新回到舞台 而他唱着唱着 心里的恨意也便慢慢地消散 甚至将自己被挖眼睛的经历 编成了二人台 因为使真人真事,情感真挚 又带点传奇色彩 二后生一炮而红 在当地竟然变得小有名气 后来有人拿钱给他出碟 挖眼睛的碟热销 二后生的名气越来越大 成为讨吃掉的代言人 但在任何官方二人台制书 宣传都看不到他的名字 纪录片导演徐同在一次酒局中 听编剧卢伟说过 内蒙古有这么一位民间艺人 于是在没有任何引荐的情况下 直接与二后生联系 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后 对这位传奇人物跟拍 用独立纪录片的民间视角 记录这位民间艺人 二后生最令徐同感兴趣的 并不是他演的二人台 而是他的游民身份和传奇经历 作为江湖艺人 要四处奔波 与三教九流接触 他还是个盲人 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是老江湖 徐同希望通过二后生 呈现出一个 不同于算命里立百成的 另类的游民世界 拍摄时间是2013年 此时二后生在民间 依旧有着不错的影响力 很多人一开始听 他的挖眼睛是通过磁带 他们没见过二后生 但熟知他被挖眼的过程 自然也会添油加醋 夸他长得好看 活也好 如果不是这两个原因 三女子为啥要跟他搞 六兰兰也不会跟这个瞎子 合作长达九年时间 如今两人依旧搭档唱儿人台 出场费还挺高 因为他们的唱段很接地气 老百姓喜欢 很多唱词几乎都是由 丧话和生殖器串联起来的 内容无非是搞破鞋 昏得很 我就不往处放了 不过有段绿色的 还是能听出两人的功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六兰兰十三年建立的婚 理由是前夫醉酒家暴 有一次被打 一位好心大哥劝嫁 将他救下 因为这个机缘相识相知 有了感情便在一起 等大哥还有个老婆 于是与六兰兰并未结婚 两个女人倒也默契 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为淫 大哥想去哪家过夜便去哪家 自然是羡煞旁人 但二后生说 六兰兰不是好东西 情人有很多 自己不待见她 台上唱的婚 和私下关系很纯 不过在另一位 经常合作的理财眼里 却不是这样 他说二后生也不是啥好鸟 内蒙各地都有姐姐 我走的年差了 社会上 我都会见得多了 说我们这一行 没到底 耍意呀 耍意好耍 这个做人 理财是商都县一新东路二人台剧团的团长 师从东路二人台传人郭友山 老爷子说 二人台以呼和浩特为界 分东西两路 西路二人台重视歌舞 东路二人台则重视戏剧 东路二人台戏大 最起码一个晚会演三个小时 甚至有演十几个小时的连板戏 对人要求极高 因为来自于民间 内容自然跟三俗脱不了关系 于是在解放后遭到禁场 被宣传部门各种审查 十年动乱的时候 郭友山甚至被打成了黑帮 但即使玩意儿被烧了 他还是在背地里敲敲场 后来频繁 环境宽松 才开始正式登台演出 并用半生为东路二人台培养新人 希望新火相传 但现在别说东路 整个二人台都在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没传承 没创新 就是在商都县算现在 他有十七八个板 现在都没人学东西了 就是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业余 没有新的发展 他没有新的创造 他没有他杀 另一方面是有创新 但尽是些糟粕 你说二后生这个东西吧 他就 那就他任何事和我 他找不着的大雅之套 他那些东西 他那是经验的一些糟粕 你说他在那 那个管轮人科 现在二人台剧团 仍在接各种农村的白事 专钱为生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可能理解不了这种现象 但农村办白事 只要不是穷的叮当响 或大不孝 都会拿出积蓄 请剧团来演出 这是很有面的事 在农村 葬礼并不一定是 痛哭流涕 庄严肃木的 还可能是谈笑风生 干一些不着编辑的事 我觉得只要是在 北方村子里长大的 都有体会 比如院子里 一定会有一群男人 围坐在一起赌博 别看都是穷苦出身 但每次的赌注 都是百元以上 而且因为是在葬礼上 玩法比较简单快捷 有的人一会儿功夫 上千元会输得一干二净 而且农村的白饰繁琐复杂 各个阶段都需要唱 像二后生六栏栏这样的 一般登台表演 体面 名气小的则在出殡前后唱 顺带扮演孝子贤孙 有的唱词很传统 但有的唱词已经是改编过的 毕竟你想要生存下去 还是得与时俱进才行 演员们自然表演得很卖力 毕竟越卖力钱越多 唱出眼泪不是本事 把人唱得又哭又笑才厉害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怪异的画面 有人笑有人哭 有人肃目有人骂骂咧咧 场面极其热闹混乱 白天的热闹伴随死者入土为安 晚上正习开始 二后生搭档六栏栏登台表演 台下村民们围观 两人表演的这个剧目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出 但是前面的部分一直在跟二后生的帽子较劲 这一段没有多少婚活 纯靠配合来制造笑点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郭友山不认可二后生的内容 但还是称赞他的表演功底 比很多收编的都好 哎呀 讨厌你妈 那不是让我脾气都不好 那他妈饶了 摔刮你我小摔刮了 你小摔刮嘞 哎呀 这敢不考虑呢 我打碎说了 我叫你站着去了 哎呦 那我爷这个好笑早就你开不见 这个让他背着个摸和牙跳 好笑 我叫你跳好笑 哼 我叫你站着去了 站着去哪 你开一睡一巴架 哈哈哈哈 先臭了 三十七一睡一睡一二睡一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那妈饭 你这个猫那么大嘴子就笑了 二后盛的戏唱完了 便是跟其他演员继续上台 他来到雇主家里捞家常 当然主要目的是收钱 这其实是相互博弈的过程 充满各种人心算计 二后盛虽然眼瞎 但行走江湖多年知道如何应对 而东家没有想苛减费用 无非是想让再唱两段 二后盛借力打力 吩咐手下的人再多唱一个小时 然后开始讲自己跟这村子的缘分 和前程往事 东家兴满一族在一旁数钱 数完交到他的手上 自然又是一番刻道寒暄 但该有的寂静还得有 我也不需要看他书找书 多自己摆一摆 二对 对了 找书是对了 别忘记 你跌倒跌倒打笑 跌倒打笑了 我就骗你了 二后盛说六兰兰斯生活混乱 自己的也不咋地 他虽然已经结过婚了 但依旧有几个情人伴着 每到一个地方 差不多都有落脚的地方 有人照顾 这些女人大都是仰慕她的经历 佩服她的执着 二后盛并不忌讳别人知道 甚至有些引以为傲 而她老婆是个聪明人 知道这个圈子就这么乱 只要二后盛定期把钱寄回来 就可以秋毫无犯 总之一句话 家里红旗不倒 采旗多少无所谓 而二后盛除了好色 还好赌 好抽烫片片 这是当年在山西内蒙一些地方盛行的一种毒品 当时每逢婚丧嫁娶 都会有人凑在一起吸食 这其实是我国第一类精神管制药品 安纳咖 学名叫做本甲酸钠咖啡因 顾名思义 主要成分是本甲酸钠和咖啡因 其中的咖啡因是让人迅速兴奋和滥用的元凶 而安纳咖的吸食方式很粗暴 将一根铁丝棒前端烧红 压在安纳咖粉末里 用烟或者吸杆把生起的白烟吸入体内 这玩意儿在山西和内蒙有着二十多年的历史 不过不论赌博还是烫片片 都是违法犯罪行为 纪录片只是真实记录 赌毒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请把我与赌毒不共戴天打在公屏上 二后盛赚到钱后便离开村子 并在外面定居 但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看看 给老妈妈送钱 房子他很早时翻修过 现如今又有些惨破不堪 老妈妈眼瞎耳背 搞半天才知道二儿子回来了 他这才知道为什么三媳妇会给他换新衣服 老妈妈很兴奋 坐到儿子身边一口一个青肝 他说自己前几天做噩梦 梦见黑白无常来接自己 二后盛笑嘻嘻地搭茶 说梦都是反的 好事 然后问老妈妈上次给的钱花完了吗 买什么了 二后盛其实是故意的 他知道家里具体情况 自己每次回来都会给三媳妇三千块钱赡养费 但这个婆娘还是会问老妈妈要走另一部分钱 二后盛一开始还生气 但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毕竟不过是个外星人 怎么会真当亲妈妈赡养 老太太自然也懂 三媳妇要就把钱全给她了 毕竟你不给的话 人家又怎么会好好照顾你呢 老妈妈以为三媳妇不在家 跟亲儿子倒苦水 二后盛听了会儿 狡黠地说三媳妇在旁边 老妈妈立刻进入寒蝉 赶紧开始说对方的好话 然而在旁人看来老太太就是受三媳妇的痣了 二后盛啥都明白 但就是要故意把遮羞布扯开 毕竟自己不常在家 不敲打三媳妇更嚣张 秋冬季节白吃多生意好 二后生在家待不长 上午来 中午吃过饭 下午便跟着剧团去表演 妈妈舍不得儿子走 毕竟每次相逢都那么短暂 摸着黑从屋里出来 一口一个青肝叫喊着 然而漆黑的世界没有回应 她失魂落魄地站着 二后生来到华德五美眼剧团合作演出 剧团的负责人是眼盲的骨匠五美眼 他在家里排行老五 双目失明取这么个艺名 不擅长唱 但精通各种吹拉弹以及口气 尤其是模仿鸟叫 唯妙唯笑 仿佛真有鸟飞过 这是常年行走江湖学校的本事 足以傍身了 当然这一行也有没混成气候的 只能单打独斗 跟在做白事的主家身边 说好话唱好曲来讨钱 主家一般不好意思拒绝 最少也会给个十块 这种人其实不管白事还是喜事 南北方都会有 你说他是艺人吧 也没多少艺 来去就是几句 说白了就是讨钱 二后生刚入行干的就是这个 只不过现在干出名堂来了 本质上就是一件事 严格意义上来说 二后生唱的其实是讨吃掉 就是讨饭的人是不准上门的 因为会被放狗咬 有聪明的讨吃要饭者就立在主家的院落门楼里 打起主板 顺口说唱一些喜庆吉祥的祝福之余 以便引起主妇的好感 比较顺利的得到些施舍 因此讨吃掉也称江湖掉 楼门掉 讨吃掉就像路边的野草 永不能登大牙之堂 就像二后生等民间艺人出现不在官方书写里面 这是徐同游民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他之前的卖收算命老唐豆四哥 记录的都是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物 有游民特质 作为江湖艺人的二后生 这种特质更加明显 二人台的婚系1949年后被当作封建糟婆剔除 却草蛇灰线般一直在民间留存 如野草般生长 好在还有徐同的挖眼睛仍有最原始的记录 在这部记录片里 你能听到婚系和老剧目 以及当年农村婚丧嫁娶时各种匪夷所思的画面 放现在来看 或许不合理 但在当年是合理的 徐同并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俯视 而是深入品视 他不带任何褒贬 只是纯粹地记录这一存在 徐同说 自己并不是要替底层发声 只是想讲述他们是谁 表现他们真实的样子 这并不是在唱反调 更像是一种建言宪策 改善底层人的生存现状 得先承认他们的存在 贾长科以前说过 有些人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人为温饱发愁 有些人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如野草般的人 有些人自己不相信 还偏执地让别人别拍 是多没有良心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徐同和贾长科的记录 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 感动他们的是边缘人旺盛的生命力 这也是为什么二后生的挖眼睛那么出名 试问一下 谁的眼睛被挖能如他这般活下去 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就像土地上生长的种子 任凭野火翻来覆去的烧 但始终潜自暗掌 只有在社会边缘 你才能找到原始的生命力 当然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很复杂 不论是栗百成还是唐小燕 亦或是二后生 为了生存和私欲都摒弃了道德和规则 他们生活的悲哀也很难被定义为崇高 尤其是二后生 伟德在先跟别人搞破鞋 就像李财说的 这一行当是最没有道德的 游民本身就是具有反社会性和暴力倾向 但这是底层江湖世界混乱环境所孕育出来的 把你扔在一个没有保障的险恶环境里 你的野蛮性也立刻会表现出来 但是游民身上又保留着很淳朴善良的一面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什么时候把徐彤的游民系列纪录片做完 我会单门用一期节目来聊一聊 大七六六八 坐下饭 坐到的九岁位 大伙小九都非那 他们的说说来就说 说来给你们最早看 我跟周围还也还 不错了 妈妈要发生了 好了 我是挖坑不断 但坚持不通的东青 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不想错过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 最后点赞评论转发来一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说来 不是 没错 现在是 四个行李 答案 数个费 有五个赩 有五个赩 八个赩 不能赖 万只赦 那不知 快点赚 万只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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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只赚